我们看一下此地题 次义要求函数 f of x 等于 x 加两倍的 3x 而 x 的定域在 0 到 2 pi 这个开区间里面 它要求它的反曲点以及上下凹的区域 那么求反曲点以及上下凹的区域 我们要先求它的二阶导函数 而求二阶导函数 你就必须要先知道一阶导函数 所以我们看 那一阶导函数会等于 1 加两倍的 cos x x 微分等于 1 sin 微分等于 cos 所以这个就不多讲了 那对一阶导函数再做一次微分 它就等于我们所要求的二阶导函数 -2 sin x 那么要求反曲点你就要必须知道说 反曲点可能发生在二阶导函数为 0 的时候 那如果它等于 0 的话 那我的 x 我们要知道 sin 的第一 sin 的值域 当 x 等于多少的时候 sin 的值域会等于 0 对不对 所以它有可能是 0 π 以及 2π 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三个点 那我们就画出一个图来 画出二阶导函数的图 这是二阶导函数的图 二阶导函数的图的话 π的时候 sin 的值是正的 一二向线 sin 是正的 所以出来的时候它再乘一个负号 而到负的 而 π到二π呢它是第三四向线 那三四向线 sin 是负的 所以再多一个负号的话它就会变正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图形来告诉我说 函数 f 在 0 到 π的时候 记住哦 我们一开始给的定义是开区间不包含 0 跟 2π 所以你在这里写的时候 0 这个端点 它也是一个开的不包含 0 的端点 所以它在 0 到 π的时候 它是下凹的 它是负的 所以它是下凹 而在π到二π的时候呢 它出来的只是正的 所以它是上凹 而且我们知道说 当 x 等于π的时候 两边刚好有正负 也就是说 凹性是相反的 那我们就可以说 π f 的π 这个点 出来会等于ππ 它就是我们的反趋点